它的画质只有0.7K 但是 我喜欢 今儿是新品影视 Insta360-3的主场 我找的一个可以把购三 放在任何你想得到 或想不到地方的超级附近 而且还几乎不用花钱 好玩不吃灰 欢迎收看财富摄影书杂志 我是大毛猫本 Insta360-3是一台2.7K 配置超广角镜头 在flux state 防走360度水平 销正方针防水5米的运动相机 还不了解影视 是Insta360的朋友 他们家的全景运动相机 全球销链第一 品牌旗下有专业的 广播级的全景相机 消费级运动相机 可穿戴式相机 手机稳定器云台等等 我曾经对购三充满无线幻想 心想它到底会进化成什么样的 当购三终于出现的 我面前再次印证了 只要是靠谱的公司 第三代的产品可以无脑买的顶利 一般来说 第一代开放短路 第二代缝缝不古 到了第三代 完成进化 进入中级状态 你看行业里那些 口碑扎裂的三代机型 佳能5D3 微单A73 口袋机 李光G23 稳定器RS3 包括前景运动相机影视 插三 哪个不是在行业里边 叫好叫做 连二手价格都坚挺的机型 Insta360 GO 初代是在2019年发布 当时第一次引入了 拇指防止相机 穿戴在身解放双手的前卫概念 特别适合骑车路上用 我还带着他参加大量路自行车比赛 两年之后 GO2继续进化 提升了存储和电池续航 增加了扩展物操控 到了GO3 标准答案已经写好了 就是该有的拍摄功能 它基本上都有 镜头从超宽的视野 到线性的展示角 静态照片 有PureShot 还有HDR拍摄功能 视频有120帧版动作 固定延时 移动延时 天心的为了延时爱好者 加入自定义的开机时间 只要头点晚上架好机位 你睡你的 第二天早上 GO3会按时开机自动拍摄 语音控制2.0 或者是物理按键 一键切换 触摸屏 拿起来机用 基本上没有任何使用上的困难 所有运动相机的品牌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先确跑拍下来 再说怎么拍的好 运动相机必须应付拍摄 种种的普通的环境 防尘 防水 防破件 防磕碰 防镜头画伤 GO3 5米 防水 因为自动很轻 所以掉在地上 也不会磕坏自你 万一镜头脏了 换个保护镜 完好如初 影视在防抖这事做了一个天花板 什么叫抖 我的相机转转圈拍 画面都是证据 以现在E4300 GO3的形态来看 解决了我三个焦虑 续航焦虑 存储焦虑 和素材焦虑 对我来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电池续航 GO3的拇指机 续航比上一次 增加了接近50% 亲测拍摄 大概最高质量 能够拍摄35分钟 如果结合扩展舱一起使用 亲测可以拍摄2小时10分钟 主机没电以后 可以放在扩展舱里边 继续拍摄 或者充好电以后再拿出来接着拍 拇指主机内存容量 有32G4和128 我这次用的是64G的版本 最高滑质量2.7 可以录质量1050分钟左右 相信我 这个素材量能应付 绝大多数人的日常需求 在场你也拍不动 你也捡不过来 拍摄完毕之后 连接USB 高速连接电脑 下载轻光内存 整个时间耗时20分钟 基本上又可以继续拍了 绰绰有余 Insta360 GO3的扩展舱 是带翻转的冲锋屏 它居然支持无线投资 实时连接 精确取情 完全不需要手机来进行预览 拍摄完毕之后 把拇指主机放回到扩展舱里边 轻滑屏幕就可以检查素材 在原包装里边 包括一个可调整角度的简易夹 能卡在帽檐上 还有一个磁吸挂绳 很贴心的做了一个可收纳的设计 不会让挂绳在兜里缠绕 附送了一个角度调整垫片 用于微调的抚养的拍摄角度 还有一个带四分之一裸口的转向支架 背胶贴在平板的表面 给相机一个稳定的支撑 Go3出现之前 我总是在想 运动相机接下来该怎么走 如果没有感光材料 或者光学技术上能突破 运动相机越来越接近性能上的上限 每个品牌就开始往特定方向钻员了 GoPro就是画志向 尽可能把CMOS做的更大 极限玩家连命都不要了 那就尽可能让他们拍的漂亮一些吧 Action是做加法 然后增强人机交互 增强买风接口 前置屏什么的 Insta360 GO3做的是减法 再确保画面质量为限迁 让拍摄变得更易用更好玩 运动相机一直有一个诟病 就是相机不大 但是你要带着一堆复件 最后拍的却是索然无畏的生活 用的时候才意识到 咱缺的是相机 咱缺的是油山玩水 还要做那个翻篝弄的花样动作 所以相机运动相机就成了吃灰大火 Insta360 GO3就是用巧妙的设计 把GO3做成一个不吃灰的相机 曾经不少有同学问我 家里有小朋友 用什么相机和人像镜头拍摄 我一律的回复都是手机 过来的人都知道 看孩子已经是手忙脚乱了 根本没有机会再多摆弄一台相机 不站手 不耽误干活 还能把孩子的成长拍下来 这才是最大的价值 家长们别摆弄相机了 和孩子一起投入玩一场游戏吧 尽可能把弱化相机的存在 我闺女是已经到了青春季 上台表演绝对是不喜欢我拿着长焦镜头 对上他拍摄 当我拿起相机 我发现自己和他天然的就站到了对立一面 TWINSA360 GO3这个小哥投了服务 把GO3可以放在他衣服上进行拍摄 这已经是闺女给我一天大的面子了 把他自己参与表演的第一人生视角记录下来 这不是挺好玩吗 GO3在手 我还有那么一点接近他的机会 所以特想回到小时候 如果把GO3放在胸前 看看孩子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 这不是我的爸爸 我爸爸还想了 你都给我找来 Insta360 GO3就是让我产生无数画面的小玩意儿 我尝试把它放在任何有一栋子里面 我们家里有两只栋梿 把GO3挂在脖子上相圈 爱去哪去哪 强烈推荐家里有猫的朋友试试 你是绝对想不到他们会去哪玩的 returning去哪pass 这边走 先回头 大猫 我们下 Patreon 继续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推荐一个超级无敌好用的服务件 就是这支中号的凤尾架 随处可见 而且便宜到几乎都也不要钱 但是真是超级无敌好用 购三的摩执主机机身只有35克重 而且背后在强磁铁 凤尾架通体都是钢 啪一吸正好在一起 稍稍动动脑子 几乎可以用来替代所有的拍摄服务件 夹子就可以夹在任何地方 夹衣服上夹帽子上 根据胸肌的高度不同 您可以看的屏幕来调整夹子的角度 您把两个夹子的臂翻过来 正好可以当一个位置指示器 看看相机正不正 夹子本身竖着旁 横着放躺着放都行 以前我要把运动相机放在车上 吸盘指甲要带一大堆 现在一只夹子解决问题 考考大家 如果把夹子要放在一个很粗的柱子上 怎么办 简单至极 找一块布 或者是找一结实点的纸 绕一圈 夹住 完美 如果要是不放心怕掉了 那再加上一个皮筋 这么一绕 时速上100度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个节目 对了收音怎么样 生活用相机收音很关键 Go3这次配置了两个麦克风 可以记录立体声 而且这两个麦克风 可以加上防风噪的算法 基本上在高速运动下 人生都是清晰的 您对比一下 这是打开立体防风的功能 大家听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高速边上的小道里边 大家我再看逆着风 这是逆着风的效果 时速不快 总结 Insta360 GO3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了 第一就是白色确实好看 但是我不希望自己的相机太过显隐 或者招摇 如果要有可能的话 需要贪毒定制机身贴作为保护侧 第二就是软件功能 我觉得还要优化的地方 我特别希望Go3有当年的那种 叫间隔录像功能 隔几分钟录30秒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录像时间跨度 长达几个小时 我特想知道我们家猫 这一小路去哪了 第三就是凤伟家虽然好使 但我还希望原厂能够出一些专用的复建 我确认Insta360厂商和用户 真的不能局限在传统运动相机的使用思路 架在那不动 反而要利用它极小的机身 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我有一个特别的策划 就叫我喜欢有爱好的自己 无论你有多另爱的爱好 想用Go3记录下来 如果你在市面上找不到专门的复建 你打在评论里边 我把你的想法转达给Insta360 如果咱这个需求凑够了 让咱们开模做一趟 如果您今天真做出来的话 兴许给您记一个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聊新出的Insta360.go3 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咱们下期再见